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印度与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常因分裂领袖谋杀案而引发的外交对抗 正将两国推向前所未有的危机边缘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控印度政府涉及2023年哈尔迪普 辛格尼贾尔的谋杀 并声称有证据显示印度官员与当地有组织犯罪集团关联 这一指控引发了印度的强烈反驳 双方驱逐外交官的行为 无疑使这场外交风波愈演愈烈 更令人震惊的是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显示 这一切与印度臭名招着的比什诺一犯罪集团有关 而该集团的首领劳伦斯比什诺尽管身陷领雨 却依然在扩展其黑帮影响力 专家们对此表示 这一事件的发展不仅影响两国关系 还可能对在家的印度异社区造成深远影响 随着国际社会对此事的关注加深 未来的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这场外交风波的走向 将如何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3年的夏季 加拿大境内发生了一桩谋杀案 成为印度与加拿大外交关系的引爆点 哈尔迪普辛格尼贾尔的死亡 让两国之间的紧张对峙进一步升级 这位席克分裂领袖的遇害 使得加拿大政府发起对印度政府的指控 认为印度特工涉嫌参与此案 随着双方相继驱逐外交官 这场外交风波愈演愈烈 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的调查坚持印度与这起谋杀案有关联 并指出印度官员在加国境内监控哈尔斯坦运动的支持者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直接指责印度 称其行为威胁加拿大的公共安全 这在两国外交史上极为罕见 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专家沃尔特拉德维格表示 这样的公开指控 特别是在国际外交界显示了事态的严重性 同时印度方面则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并反驳加拿大的外交沟通缺乏实质证据 他们认为这是特鲁多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的行动 然而这起事件并非孤立无援 去年12月 美国曾挫败了一起针对席克分裂主义领袖古尔帕特·旺特 辛格·潘农的暗杀阴谋 并指出前印度官员的参与 这一背景加剧了加拿大对印度的怀疑 尤其是在加拿大境内席克社区的敏感性问题上 这个社区对特鲁多的政党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 而这次事件使得整个问题更加棘手 在这场复杂的国际政治中 加拿大的政治立场显然受到了挑战 前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阿甲伊比萨里亚指出 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可能损害了双边关系 并暗示这场危机或许是特鲁多政府的选票政治策略 他认为印度将这视为特鲁多问题 而非加拿大问题 在地缘政治利益和中加关系中 加拿大似乎选择了短期政治利益 而忽略了长远的外交合作 在紧张的外交背景下 印度的比什诺伊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这个臭名昭灼的团伙被指控与尼贾尔的谋杀有关 比什诺伊集团的首领 劳伦斯·比什诺伊 尽管身陷领雨 仍被指控在印度和国际上持续运作犯罪网络 这一团伙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印度本土 他们还被怀疑参与了其他国家的暗杀行动 劳伦斯·比什诺伊的故事 则揭示了他与印度政府间的复杂关联 他的背景 一位出身于庞哲普富裕家庭的法律毕业生 却因卷入学生政治冲突而走上犯罪道路 在印度监狱中 他不仅维持其势力 还将影响力扩展到了国际舞台 而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与这样一个国际犯罪集团相勾结 更加剧了双方的外交紧张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这场危机中 面临内外夹击 他试图通过五眼情报伙伴和极其国家的支持来 对印度施加压力 面对这场国际危机 特鲁多强调不会容忍外国政府 在加拿大土地上威胁和谋杀加拿大公民的行为 然而 印度则坚持其立场 拒绝接受加拿大的指控 称其为荒谬和无稽之谈 这场外交风暴的中心 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关系破裂 更是对国际社会的一次严峻考验 印度与加拿大的地缘政治角力 涉及到席克分裂主义 国际犯罪集团 及其与国家机构的潜在勾结 而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随着2025年加拿大大选的临近 这场风波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发酵 影响到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加拿大和印度的关系破裂 显然是因为加拿大的特鲁多政府 选择了不负责任的外交策略 试图通过影射印度政府与鄙视诺伊黑帮的联系 来迎娶希克选民的支持 然而这样的策略不仅破坏了双边关系 更是不负责任的将一个黑帮 抬升到国际舞台 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形象 是非常不恰当的 特鲁多政府只是在履行保护 本国公民安全的职责 当有迹象表明可能有外国势力干预 加拿大领土上的犯罪活动 加拿大政府有责任进行调查并公开事实 特鲁多不是在破坏双边关系 而是在坚持主权和法律的尊严 然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就进行这么严重的公开指控 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 是否有失稳重 这样的行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而不是解决问题 特鲁多的行为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 而不是外交政策上的明智选择 特鲁多所依赖的皇家骑警报告 不是凭空捏造的 是基于调查而来的 在民主国家中 透明和问责制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如果有任何人胆敢在加拿大土地上 进行违法活动 即便是外国政府的特工 加拿大政府有责任揭露并谴责这种行为 特鲁多的行为是对自由和主权的捍卫 而不是政治表演 即使有报告支持 指控这样的行为仍需谨慎处理 毕竟这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 还涉及到印度裔社区的安全 和双边经济往来 特鲁多政府应该更重视外交手段 而不是激化矛盾 以避免伤害两国长期以来的合作基础 外交手段当然重要 但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 首要的职责是保护公民 特鲁多政府正是基于这一考量 才选择了公开指控 以便让国际社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的行动有助于促使印度更积极合作查清真相 这也是对国际法和人权的尊重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辩论 围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印度政府的公开指控展开 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楚天书认为 特鲁多政府的外交策略不负责任 这样的指控只会使双边关系恶化 并将黑帮抬升到国际舞台 损害了加拿大的外交形象 他强调 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进行这种公开指控 对加拿大的稳重形象构成威胁 楚的论点在于 外交需要谨慎而非激化矛盾 特鲁多的行为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 而非明智的外交选择 而谢齐齐则强调 特鲁多是在履行保护本国公民的职责 并认为当外国势力威胁到加拿大的安全时 政府有责任进行调查和公开实施 他明言此举是对自由和主权的捍卫 并认为公开指控 有助于促使印度政府合作查清事实 这是尊重国际法和人权的表现 整体来看 楚天书的观点 过于注重外交关系的表面 而未能深入探讨国家安全的本质 他的论点虽然在外交政策的长期合作方面有其道理 但面对具体的安全威胁 是否应该优先考量公民的安全 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谢齐齐则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外交手段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虽然国家安全之上 但在处理国际关系时 过于激进的做法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对立 进而影响两国的长期合作 因此 在强调国家安全与公民保护的同时 应当考虑到双方的外交关系 如何能够持续良好发展 总结来说 两位辩手都从各自的角度 深入探讨了特鲁多政府的行为 楚天书的观点提醒我们外交谨慎的重要性 而谢齐齐的论述则强调了 保护公民安全的必要性 未来的外交方式 或许需要在安全和外交策略之间 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收到小谷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